Hello大家好 然后今天给大家解决一下 就关于这个 我们带用康菲亚过程中 就是说去加载这个插件以及去下载缓存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一些爆粗 这个是我们在安装一些环境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网址环境会出现一个爆粗 然后这个就是 加载我们这个缓存模型无法加载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hardyface这个网址连接不上 这个也是 就是说 我们这个hardyface连接不上 这个我们可以去翻一下 那我们无法连接到hardyface 无法找到它 这个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 远程主机 强迫关闭了一个链接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都是因为网络问题 联系不上 那下面我们去 打开一下这个hardyface这个官网 我们试一下 在我们这个不使用这个魔法软件的情况下 这个网络是打不开的 我们把这个魔法软件打开之后 那我们打开试一下 打开一个我们再看一下 那在这个就已经是进去了 就可以上去了 是吧 那这个 这是这一种情况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虽然我们这个魔法软件打开了 包括这个官网也能进去了 但是还是 在我们Coffee I去下载过程中 还是无法去下载一些缓存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去重新设置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会是几通信 打开之后呢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 点开这个设置 把这个里面改为专家 然后我们到对下面 这里面有个Python路径的覆盖 比如说我们Q越起动线 我安装的是这个F盘里面的 有个Python目录 然后找到这个Python.exe这个文件 双击 进去 OK 然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Python目录 答案你的Python 因为这个我用的是Q越起动线 Python目录是在这里 在这里面我们输入CMD 首先呢 我们去检查一下 我们的环境库有没有安装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 第一个是哪个呢 呃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环境库 那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输入 TY.exe 就Python.exe-mgrp 是 OK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安装了 就是我安装的部分是4.43.3部分的 如果说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环境库没有安装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复制者 我们的环境库 重一输入 啊 比如说Python.exe.m.pip if.tl 然后 点这个 啊 粘贴 然后我们点回撤 然后进行安装 这是第一个环境库 然后我们 安装完第一个环境库之后呢 那我们需要 检查第二个环境库 第二个环境库呢 就是我们的哈欠费 这个环境库 是这个 我们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啊 我们继续再开一下看一下这个我们有没有安装 啊 如果显示了版本 啊 那说明是有安装的 如果不显示版本 会出现发火 那说明比如说提示啊 你为安装这个环境库 那我们就安装一下就OK 当我们有安装这两个 环境库的之后呢 第一个啊 我们需要把点开设置 啊 打开我们这个 大底设置 这里面要输入 这个网址 啊 包括后面 我们需要输入我们的端口号 这个端口号呢 就根据你的魔法 啊 进行输入 然后我们打开这几个 这四个端口 进行打开 啊 这是有魔法的情况下 进行打开 打开之后啊 然后我们再重新把它关闭一下 然后我们再重新打开一下 那我们怎么检查这个网络 有没有连接到我们Coffee案呢 现在我们试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版本里 当我们显示 这个更新 啊 会 就说明是我们连接 网络已经连接上了 还有一个呢 我们要打开 点一下我们这个扩展 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所有的网络啊 进行发白 啊 这种情况下 那说明我们的网络啊 就已经很通畅了 啊 是通畅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去到我们启动器里面 然后再进行下载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进行下载的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啊 比如说我们在 天降电荷情况下 会出现什么呢 网络错误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在需要扩展的时候会出现 比如说我们刷新一下啊 不会提示这个刷新成功啊 会提示这个网络啊 进行错误 或者等等网络失败 或者是刷新失败 等等这个提示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这种情况啊 就是 在我们这个代理这个端口 你要设置好的情况下啊 网络通常 比如说我们能打开这个gethub 打开这个hudfist 这两个官网的情况下 那我们先启动一下 OK 那现在我们已经启动成功了啊 当我们到了这个主件面之后啊 大家不要再去提交 也提交去采样了啊 去下载模型啊 我们先去检查一下 第一个检查是什么呢 就是检查我们的所有插件 是不是加载成功 如果是加载成功 那就说明是没问题的 没有报错 第二个呢 我们要返回到我们的版本管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刷新一下列表 看能不能刷新 包括刷新一下内核 看能不能刷新 如果说能刷新成功的话 那说明我们的网络 是已经连接上了 当我们连接好之后啊 然后我们进行采样式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 下载缓存的一个模型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 一直在绿框的时候 不动盘的时候 那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控制台啊 那大家能看到 我们控制台已经在开始 下载这个模型了 对吧 当我们这个下载完之后啊 那我们这个就会得到 一个反推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反推节点 OK现在就是我们的网络啊 已经通畅了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没有魔法的情况下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需要啊 把我们这个启动器 改为这个镜像站的地址 啊 镜像站地址在哪呢 那我们打开 我们这个镜像站这个地址 可以看到啊 是这个地址 那怎么去修改这个地址呢 首先我们到我们的这个 首先到我们这个 拍子目录 打开我们的这个 LRB 然后这个SITE 对着里面啊 找我们的这个 HeadingFace 找到这个 OK现在我们找到这个 搜到我们的HeadingFace啊 这这个 环境库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环境库 找到这个什么文件呢 是这个 有一个叫C-O-C-O-N的这一个 啊 是打开这个 首先呢 我们也按照康射C 康射V 把这个复制一下副本 啊 要防止我们后续啊 修改啊 会出现报错 啊 报错的话 那我们可以一旦把它恢复回来 然后把这个 优积 进行这个 打开 打开之后呢 然后这里面我们要输入一个 一段这个代码 啊就这一段代码 啊 这段代码在哪里输呢 在这里面 有一个叫InPos 然后OS 在这里面 我们点这个回车 然后点下一步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等于说就把我们这个 下载模型的地址 改为这个 呃 金下代人地址 啊 就改为这个地址了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啊 保存之后 然后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呢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 汇式启动器 然后打开我们的设置 啊 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代理设置里面 我们要把这个代理设置的 啊 这四个的关闭 然后打开我们下面这四个 啊 这四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是 意思呢 就是需要用到 我们的国内镜像 啊 包括get的 然后国内镜像 啊 hideefesh的国内镜像 啊 是这几个 我们需要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然后我们关闭启动器 然后重新呢 我们再打开 用这个汇式启动器 打开之后 然后我们进行 倒入这个控制台 然后进行一键启动 OK 当我们启动之后啊 然后我们继续啊 还是去沿用这个啊 刚刚我又把我这个 模型这个 对此的模型给删掉了啊 然后我们重新提交一下 看一下 啊 现在我们发现啊 一直在这个晃度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结果 看有没有在下来 OK 可以看到了 我们解放器是在 下载的过程中 是吧 OK 已经下载完成了 OK 它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我们重新画一张图 下试一下 好 我们重新采样试一下 那 是蛮问题的 速度也比较快的 是吧 嗯 今天啊 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需要 可以加入我这个知识星球 可以去看一下 每天一到五个 这里面有同插件讲解 这点搭建 一些小技巧 包括一些小工具 还有一些 新闻诊识 包括一些诊识 包括解决的等等问题 这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先的 这个 讲的是比较详细的 插件的每个插件 什么情况 我们都会讲出来 包括我会每个 会进行进行测试的 好了 就这样